大家好,我是林阿翔 歡迎收看我的樂趣志的頻道 今天要為你們介紹的是 耳塞 我覺得是這個耳塞的 配戴方法 我們首先打開耳塞 取出耳塞 把這線,把這貼紙撕開 拉開 拉開 這樣子 它是軟的 一般 錯誤的配戴方式就直接 再這樣 這樣是 沒有密合的 這樣是錯誤的 我們要把它捏 捏 為什麼要這樣捏呢 因為放進耳塞會膨脹 你看 這樣塞進去 這樣就密合了 這樣就密合了 完全 把外接的聲音降低了 這樣才是正確的 所以 我們現在這繩子要做什麼用的 就是 把耳朵後面 這樣捏一捏 捏死 捏死了 這樣放 這樣 真的是有降低啦 外面的聲音比較小 例如工廠啊 有照應區的話 可以配戴 外面的工地啊 或是三更半夜 不睡覺 遇到瘋子 爛爛爛椒也可以用 這蠻便宜的啦 很實用 對啊 你要更好的話 還有那個 二招式的 太貴了 這是一般 一般 可以接受的價錢 比較便宜的 可以用 很好用 你看 你會捏死的 捏死的 你看 有一點啊 就是說 它髒的話 就是把它丟掉了 好 不要再用 因為會有那個 細菌 不怕 耳朵會 感染到那個 不好的細菌 會造成那個發言 大家如果有喜歡 這段影片的話 請按 訂閱 分享 按讚 記得喔 要訂閱喔 謝謝大家 我的影片到此結束 掰掰